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聪金融交易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要我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关于短线和长线 关于是要多做还是要少做 我知道很多朋友 包括很多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都会有这个困惑 到底我是要做短线 还是我要做长线 然后有的朋友比如说也在留言 反复留言过 就是不存在短线长线 这么一个短线长线之分 因为为什么呢 你如果是做短线趋势出来了 他自己就做成长线了 但是呢 就是说所以不存在短线和长线 完全就是看趋势 这也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说短线是长线的基础 你要从做短线开始 然后转成长线 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你要多做做得越多越好 但是呢 你又看到书里面 拉瑞还有很多的人都是说你要少做 像杰西啊 尼弗莫尔啊在他书里面都是说 你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人 是有技巧又有耐心 能够勇敢的抱住头寸的人 这些人才是重要的钱 那么这样子就困惑就来了 那就不同的书观点完全不一样 那么到底是应该做短线还是长线 那么到底我们每天应该做越多越好 还是越少越好呢 好我现在就按照我的想法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 你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情沟通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啊 就来我来分享一下 我对于这个短线和长线 做多还是做少的一些 一些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呢 就是我们要确定短线还是长线 做少做多还是做少 多做还是少做 首先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定义交易最像什么 就是我们做集中交易 很多人可能在里面做了很久 还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最像什么 它的一些实质是什么 有两种 一种是误解 一种误解 什么误解呢 他认为交易啊 就像是数学题的这个推导一样 他是多劳多得 数学题推导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就像是讲一个数学公式啊 我在这边就像是给大家讲一个数学公式 这个数学公式啊 我只要把公式找到了 然后我减一个三道题四道题啊 那我就可以把其他的逐类旁通 我们这么有一个推导的过程 然后只要是我掌握这个方法 那我就相当于打开了这个钥匙的门 那我就很容易能够获利啊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八小时工作制 我们一般的人的八小时 就是多劳多得 你做的越多 你赚的越多 这种很好理解啊 我们绝大部分人上班 不就多劳多得吗 我们多劳多得 你上个八小时 你赚八小时的工资 如果你愿意加班 你就得多赚钱啊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这样子 那这种工作呢 它是靠知识啊 基本上你懂你就能赚钱 是吧 靠知识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就是说交易 这种我认为不像交易啊 我个人认为交易最不像这个 而交易更像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交易的实质啊 更像是拳击手啊 拳击手 赛车手 还有就是杀手 也就是我们说狙击手啊 那个狙字可能还写的不一定对啊 那个狙击手 我反倒认为这三种职业啊 它是和交易最相关的 最相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种职业 它不但要有知识 它还需要有你非常多的这个经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经验 要有实践 好 那如果那所以说在我的眼里啊 交易是什么 在我的眼里 所以交易是 首先你要有知识 你不可能没有知识 就是我们讲的很多的技巧 其次你必须要有经验和实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要大量的经验和实践 然后第三点 你还有一点概率和运气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像我们的拳击手 赛车手和狙击手啊 这个拳击手 赛车手和狙击手 你就算有大量的这个知识 如果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打过几百场拳击 上千场拳击 你没有开赛车手 你没有开过很多很多的这种弯道 各种道路你都见过 如果你是个狙击手 你没有见过各种各样的敌人 那么你就不会成功 你就很难成功 还不光是一个懂 不光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它是有知识经验和概率三者结合的一个学问 那么所以呢 那任何一个有经验和实践 概率三者结合的一个学问 那就需要什么呢 那我们就需要训练 就需要训练 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 所以我就是提出一个观点 就说这就是别人说的 1万小时理论 1万小时理论 就说一个天才的人 一个高手 一个专业人员 最少要经过1万小时的一个训练 一个经验 他才能够获得成功 那么这1万小时的理论 那么他的训练 他的经验 我们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我个人认为就应该从一分钟K线开始 一分钟K线开始 你就而且是只做日累 而且只做超短线 而且要拼命的做 做得越多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期限你就是来训练的 但是这个地方就有个问题 做得越多越好 你的钱投入你的资金要越少越好 投入资金要越少越好 比如说你是做期货的商品期货 那么最好你就是1万块钱一类 1万一类 比如说3000块钱 你就去买一手玉米 比如说5000块钱 那你就去买一手兜破 那你就用这个一手 你去一直去做超短线 拼命做去做日累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好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在这种又要凭知识 又要凭经验 又要凭概率的游戏里面 想象一下 如果你不愿意训练 如果你不愿意训练 你就想直接进去 那么就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就说你懂一点知识 但是你那个概率正好遇到一个 我们举个例子 就以打拳击为例 如果你是一个 你刚进去学一点东西 然后正好你遇到一个对手非常弱 那可能你几下把打趴下了 但是呢之后你会遇到一个特别强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认为这些弱的都是这样子 所以下一次你在没有经济训练就投一大笔钱 去在下一场这个拳击比赛里面去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突然来那个很强劲的对手 可能一拳就被打死了 就这么简单 那赛车也是同一个道理 当你在这个弯 当你在平坦的路上开车 开得很好的时候 你总是以为这种平坦的路况 它永远是这样的 就像是在这个我们的泛美公路这么平的路上一样 但是有一天总会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种非常崎岖的山路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你很可能就直接是标下山里 马上就丧命 这一个道理 所以呢 我们就把他的 他的这个时间分为训练期 这个训练期啊 你的目的就是暴露问题 解决问题 这都写不下了 实际上等会儿再写 你的是暴露问题 解决问题 你要看到的情况越多越好 然后呢 这个训练期完了 你就是赚钱期 赚钱期这个时候 当然有的人 他如果你继续喜欢做日内 你可以做日内交易 你如果这个时候不喜欢做日内 你也可以做中长 但是所有的赚钱期 你就要少做 日内你也可以看一分钟三分钟 但是只找你自己的固定行情 固定行情 而赚钱期呢 这个时候你是做中长线 但是你也要少做 这个时候你就是找60分钟K线 4小时日线 所以我再次来重复一下 也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每一个进入这个市场的人 你应该有这么一个训练期 这个训练期 你的钱要越少越好 但是你要做的次数越多越好 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去经历 你要去实践 就是你什么行情都见过 至少你要见过一个拼命疯涨的行情 是吧 根本没有回调的疯涨 你至少要见过一个大跌的行情 是吧 日内大跌 跌个3%4%都有可能 然后你至少 我说的是期货 股票呢 一定10%都有可能 百分之几十 那你至少要见过一个微型反转 是吧 剧烈的跌 又剧烈的上来 那你至少经过一个微型反转的下跌 不停的疯涨 当天又不停的下跌 你至少要经过一个要见过一个反复疯狂的盘整 一会上涨一会下跌 一会上涨一会下跌 是吧 你至少要见过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态 啪的一下上去 又啪的一下下来 这种形态不准的这种调整 是吧 还有你至少要见过一个非常完美的 我们比如说无浪模型 让你转的非常舒服 总之就是你这所有的行情 你只有去经过了 你去体验了 你去带有感情了 这个时候他才能变成是你的 如果你没有经验过 你没有体验过 我跟你说哪一个老师说一百倍 说一万倍 他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他的东西都不是你的 因为你自己没有经过感情体验 你没有经过情绪化 你没有经过训练 因为就像拳击手 我就说拳击手赛车手 他们都要经过知识 然后经过这个实践 这个实践不光是肉体的身体的 更多的是情感的 感情情绪控制这一块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多做还是要少做 结论就是说你在你训练期 但是训练期到底有多长 我个人建议越长越好 长到直到你有把握能够情绪控制自己 长到你自己至少说每周能够赚钱 你才能够转为赚钱期 如果你在这个训练期 比如一年两年三年都赚不了钱 我建议你继续在训练期 一直到你能够每周赚钱为止 因为赚钱不用担心 钱迟早是你的 市场迟早在那儿 但是如果你非常冒失的想越过这个训练期 直接到赚钱期 我个人觉得你极大的可能就是把你的钱很快的亏掉 甚至亏光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的我们现在回来 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度过了训练期 到了赚钱期之后 又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 什么困难呢 这个困难就是还是收不了手 因为你在你训练期你做的很多 然后到了赚钱期 你还是收不了手 还是想不停地做 这个时候我就给出两点建议 两点建议 我认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收不了手的话 很多时候其实更多的方法还是用亏损 如果你收不了手 你就赚不了钱 那一般的他还是要收手 好多的人主要收不了手 是因为他还是在赚钱 如果是在赚钱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只有当你有一天遇到一个很大的亏损 就要到不到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到阑珊 不到不撞南前 南墙心不改 如果有一天真是撞到南墙 然后你见到棺材 有可能你才会改 所以说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我有两个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哪两个想法 就第一个 你到了赚钱期 你如何少做 第一就是尽量只做标准图形 标准的信号 因为图形像我们做 像我的方法都是做图形 比如我做2B 是吧 我做123 我做破底翻 我做三角形突破 我做M WM突破 这些都是我的图形 或者是我做WM的突破再回调 再获得支撑再返回来 都是我的一些图形 好 还有朋友他不喜欢做图形 他做均线 这也没问题 我们做均线 比如说这个叫标准信号 我们均线的金叉死叉 我们均线 比如说20日均线 5日均线 之上 我们就买入 均线之下 我们就卖出 这也是一个信号 或者是有的朋友还是喜欢指标 比如喜欢KTG 喜欢MACD 或者喜欢它的背离 我只有到了背离 我才去开仓 不背离 我就绝对不开仓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形态 或者信号 那不到我的标准图 不到我的信号 我就绝不开仓 这就是说你尽量少做 只做标准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还有朋友他可能在一个理念上 没有扭转过来 就是我以前去上过一个老师的课 这个老师他当时有一个学员 他就说这个学员本来交易的挺好的 但是他就是过不了这一关 然后他自己放弃交易了 他过不了哪一关 因为他这一辈子认为 就是要做的多才赚的多 就是认为你体力劳动也好 你搬砖 你搬砖也是 专班的越多 你赚的越多是吧 你脑力劳动也是好 你写程序也是你写的越多 你赚的越多 虽然他当老师告诉他 你要当你已经懂了之后 你要做的越少 你赚的越多 你尽量少做 他就完全无法理解 而且他也受不了 他就觉得如果让我少做每天 比如我做不够8个小时 那我就很不爽 我总觉得我就欠了点什么的 或者是说本来今天有10次交易机会 我只交易了两次 我还是觉得非常不爽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8次10次全部交易完 即使有几次亏损我也要做 他就无法理解 比如说你这个市场 一天我们假设有的 有的国家是4小时 有的国家是 甚至有的国家是8小时 有的国家6小时 他就不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只交易两个小时就好了 其他的时间不用去交易 这个时间不用 他无法理解 他也无法做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离开了市场 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办法 我也是这些办法也是根据我们看一些专家 一些人的一些书 或者一些人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些办法 我也给介绍给大家 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就说了 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让你深刻的理解 交易不是按小时领工资 其他的职业 他是按小时领工资 交易呢 他是交易时间加上你的学习时间 整体才是你的怎么说呢 才是你的这个这个呃整体工作时间吧 我们如果当工作啊 就是你的工作时间 好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可以想一想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那一笔交易 看起来再来一分钟下了一个单 用了多久 就不到三秒钟 不到甚至一秒钟 不到两秒钟 但是实际上你背后啊 你学了多少年 这也叫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交易里面更是这样子 不要说一分钟了 就是交易里面的每两秒做一个决定 三秒做一个决定 但是你背后可能有十年的这个付出 十年的付出 所以呢 你这个十年的这个付出 你这晚上比如你学习的付出 像我们看那个呃 我们看交易冠军啊 他里面每天晚上都要学习 他每天晚上都要写写交易计划 都要画图 那你晚这些时间 你加上你的交易时间 你这个交易时间有可能只有两个小时 比如 但是你加上你的学习时间 晚上的学习时间 比如四个小时 或者是你不交易了 你两个小时之外不交易 你再来三个小时来学习 那你这些时间就叫你的工作时间 如果你把这个深刻的体会到了 这个深刻的体会到了 你就不会再觉得啊 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做一样啊 我今天只做了三笔交易 我总觉得不舒服 这个市场那么多交易 我只做了三笔啊 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 你要想法 我今天的工作时间 是我做这三笔 有可能我只做了五分钟 假设啊 我就只做五分钟 那五分钟有个大趋势 啪的一下下来了 然后赚了很多钱 啊 我就走了 我把我这些任务达到了 也有可能我做了15分钟 那么你这么做的这个15分钟 或者做这一个小时的这个交易 再加上你昨天晚上 可能在那边看书啊 看书学习 或者你整个一周来这个看书学习 平均下来 实际上你在交易里面 你也工作了八个小时啊 你这八个小时 你赚的钱 比别人工作八个小时还更多啊 但是呢 这些是你应得的 为什么呢 你不是说你一天只交易十分钟啊 只交易半个小时 只交易多久 你就赚不了钱 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都证明的啊 我们不要说拉瑞证明的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 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最最最神的一个人啊 就最近大家可能知道 日本那个交易者啊 那个日本的两个交易者 有一个交易者 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吗 就是他 他是日本最牛的散户之一 他自己说 他现在每天只交易半个小时 只交易开盘前的半个小时啊 所以这些好多人的这个经验也证明了 还有我以前跟那别人老师学习啊 这些优秀交易员他也是 还有就是我们国内的有一些人 我也看到他们的一些炒单 他们好多时候下午都不炒了 只是上午炒 啊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短线里面的交易 那如果是中长线呢 你只需要把个周期放大 就什么意思呢 你这一年啊 有可能你中长线只交易三个月 你后面三个月不交易了 但是你不交易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啊 我什么事都没做 这个好像有类金融感啊 或者怎么样 不要这么想 你要这么想 你这三个月虽然没做 但是你去看书 你去学习 或者是说你去年这个看书学习的时间 就是其实你底上你这三个月没做的 总之说你所有的思维 你所有的努力 你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你的工作时间 好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啊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 好 也就是我们如何少做 当你赚钱去有三个 第一个只做标准图形 第二深刻理解交易不是按小时领工资 而你的交易时间是你的本身的这个下单的这个时间 或者吃仓 我们叫吃仓的时间 加上你的学习时间 这两个是你的交易时间 所以你不要为你的只做了一单 一天只做了一单 或者一天只做了两单而愧疚啊 不要有什么想法 第三 就是情绪损耗 情绪损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情绪啊 也是一种能量啊 我们的情绪是一种能量 他也是有限的 一旦他被损耗了 这个情绪被损耗了 你给他投入了多一点 他被损耗了 你给下个人投入少一点 这个很好理解 大家谈恋爱嘛 谈恋爱是不是 一个特别是女性 女孩谈恋爱 如果你深深的谈过两三次恋爱 第四次你还那么容易复出吗 不会那么容易复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几次恋爱 已经把你的能量给你耗尽了 所以说你的谈恋爱谈得越多 你后面越累 你后面对一个人感情就越难复出 我们交易里面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的交易的次数越多 在后面啊 那你的这个情绪损耗就越大 如果你的情绪损耗越大 后面遇到真正的行情来了 你就很 甚至你就不想做了 甚至你就放弃了 甚至你就反着做了 你就会有很多的东西 所以情绪损耗在交易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交易的越少 你就避免情绪损耗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前面不通过训练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地方该交易 哪个地方不该交易 你只有前面通过训练了 后面你赚钱的时候 情绪损耗越好 越少你越能赚钱 好我们再看一看 情绪损耗不光是交易啊 其实生活里面也有很多 所以这边我给大家讲一下 生活里面大家一定要避免垃圾人 就避免跟那些垃圾人在一起 就是那些一天总喜欢嫉妒的 总喜欢说别人闲话的 总喜欢说别人闲话的 给别人穿小鞋的 嫉妒别人的 对人别人不满的 起坏心的 这些人啊 你千万不要跟他在一起 千万不要跟他争辩 你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远离他 这种垃圾人 比如说网上留言骂你的呀 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如果像我们做节目的 做东西就很多了 很正常 这些人你要么就不要理他 你根本就不用和他辩解 不用和他们辩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垃圾人一旦你和他们辩解 你就会有大量的情绪损耗 一旦你产生大量的情绪损耗 对你的能量 对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啊 一点一出都没有 所以说你尽量接近正能量的人 他比较热比较热情 比较向上比较积极 因为这样子你不会有能量损耗 不会有这个情绪损耗 而远离那些垃圾人 所以这一点不光是交易 交易也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你在生活里面 你就做到这样子 那么交易里面你也要做到这样子 你每次想一个行情 要又不是你标准图 你又想赌赌一把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 第一你有可能会发生情绪损耗 为了避免情绪损耗 你就不要交易 好的 我觉得今天这一堂课 今天这个分享 为了堂课 这个分享应该能够 应该能够 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能够讲特 不好意思 应该能够讲特这个问题 第一个你到底是做短线还是长线 第二个到底是多做还是少做 当然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问题 就是你的性格了 还是一个问题 有的人真的天生就做不了长线 也有的人天生就做不了短线 所以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来训练 但是无论如何我个人始终觉得 还是我坚持我的观点 我个人始终觉得 你要做中线要做长线 还是要从短线日内做起 你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你才能够去做中长线 不然的话 这就很像一个拳击手 你本来就没有打过多少人 你没有见过多少人 你就自以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一上场很有可能一上场就被打爬下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是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在下面给我点个赞 然后也可以介绍给朋友 也喜欢踊跃的订阅 我们后面不但有技巧讲解 有方法讲解 还有心理哲学讲解 而且我们还有每周分析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